說到這個花蓮大地燈 到現在是第九天 還有三人失蹤 其中這個中河暖空有新的進展 這空空第五站出現草皮 而且有整個大堆的核心 真有可能這個失蹤者就是在這裡 但如果今天已經來到第四站 本地是要用奔合法的方式 不過現在也先來減停 另外在這個沙卡棟 不到失蹤的新加坡紅仔母 跟希望他們找環圍 可以找到更看 未來所求人員 也會在大水港 還會有第二大堆 六地點 繼續來找 中河暖空中 洗澡的事件 不重要是去電路 同鄉機構 持續向他可能的危機在走 花蓮大地燈 到達已經第九天 要是有三的人失蹤 不過在中河暖空中 日向車路第五站的地方 出現壞味 而且有這麼多豪神 現場這個失臉的事件 可能就在這裡 訴求人員 四路走過 不過因為11月 報三點多 山口的天氣出現變化 訴求人員 剛才可以占視鐵里 不過好消息是大型的機構 已經去到第四站 因為已經有四連架 可能的危機 也像過關地祖界的大船頭 之前岸上要把船頭拍拍的 價位可能先減停 去搜索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在綠夢森林咖啡 人是搜索為國 文綜合表示 未來的1.8公里 到2.2公里下的水廣 和第2半的地方為主要敲出的地點 蕭峰人員辛苦救援 德國在台協會 担任也清新去華連尾門 好方感謝蕭峰人員在這次的地點 這個合作得到外交 華連觀蕭峰局長 五條萬 希望在歐中 今年過程 可以跟國國繼續保持合作 繼續中華博德